在接吻的時候會不會被伴侶發現它融過筆呢? 接吻的時候 嗯... 這樣有問題就請醫師來解答 今天每一支特別搜羅了商民們的龍鼻疑問 我們就要請醫師來幫你們說解答 龍鼻之後是否不能用力打噴嚏 捏鼻子或是醒鼻涕嗎? 龍鼻之後 術後大概一兩個月內 盡量不要太用力的去捏鼻子 那打噴嚏是可以的啦 那術後三個月後 不管你要用力的打噴嚏 捏鼻子揉鼻子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龍完鼻之後 鼻子會不會更脆弱? 龍完鼻之後一般來說 鼻子不緊不會更脆弱 在我們做結構式龍鼻的情況下 反而鼻子會更強壯一點 因為我們會用一些軟骨 去強化原來的結構 所以並不會變更脆弱 龍鼻之後建議怎麼樣親鼻子 會比較安全 在術後前三個月 我們還是盡量小心一點 所以可能用一些清潔的棉花棒啊 然後去做鼻子裡面的清理 那術後三個月 你要用鼻子手去挖鼻孔啊 用各種方式都沒有關係 所以不管要有多大 或有多深都可以 只要不會疼痛的情況下 是沒有問題的 從路上有蠻多的龍鼻層器就是 不管是放在鼻子裡面 或者是夾在外面的這種 有辦法讓鼻子變高嗎? 這種情況像放在鼻子裡面的 的確是會讓鼻子變高 但是拿下來就會復原狀 夾著鼻子的話 我們是不太建議 因為這種夾的力道 如果太強的話 有時候反而會造成一些軟骨 或是局部絕易循環的破壞 然後甚至會一些皮膚的損傷 那小時候常常大人都會說 這個小孩子鼻子很塌 那我們是不是幫他 多拉一點傷跟鼻子變高 我覺得這種事 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相反的來說 如果常常去揉鼻子的話 反而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軟骨 因為外力的擠壓 會造成他的硬度會比較不夠 當然鼻頭有可能會變大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一些 長期不敏性鼻炎的人 他常常去揉鼻子 那種鼻頭的話都變得比較大 也只是會變得更平 揉鼻子後要用嘴巴呼吸好的症子 這樣喉嚨會不會受傷 弄鼻子後其實會用嘴巴呼吸好一陣子 我的經驗是不太會 因為我們手術後大概前24小時 鼻子裡面會放一個填塞的東西 去壓迫我們的鼻黏膜 讓他趕快消腫不要的肌血 但是24小時後 我們回診拉掉之後 鼻子就通常 所以不太會一直有鼻塞的現象 如果真的有鼻塞的現象的話 用嘴巴呼吸也不至於造成喉嚨的受傷 可能就是要注意戴個口罩 讓這個呼吸道比較濕潤一點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像台灣風氣可能比較不好 會不會造成一直會不會有感染 不太會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在手術後鼻腔裡面會有傷口 所以我們會建議 術後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內 在鼻腔裡面要塗一點藥膏 因為有藥膏的一個保護 所以這些外來的一些髒東西 就比較不會跑到鼻腔裡面 比較不會有感染的現象 這方面的問題倒是不用太擔心 像醫師上很多眼鏡組 他們都會問說 我戴眼鏡我隆鼻之後 我需要調整眼鏡的高度嗎 這個問題必須要太擔心 我們融完鼻之後並不會因為你戴了眼鏡 造成鼻樑就歪掉了 所以我們手術後鼻子其實是變得更穩固的 所以它並不會因為你戴眼鏡 然後就造成把鼻樑壓歪了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術後前一兩個禮拜 我們戴眼鏡的時候 會覺得眼鏡的這個壓痕會比較深 主要是因為我們手術後 剛開始鼻子局部的皮膚會比較水腫 這個壓痕的確就會比較深一點 但是這並不會造成長期的問題 有一個人說 融鼻之後他穿過衣服的時候 是不是會容易被勾到 這個我好像很少聽到有人這樣講 不過我比較常聽到的是說 他剛融完鼻之後在喝水的時候 不小心會撞到鼻子 可能是他沒有特別去注意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會發生在前一個月 比較不適應 那久了就會習慣了 就會知道說怎樣的力道 怎樣的角度 才不會去傷害到自己的鼻子 融鼻之後一樣可以幾分次或是做點嗎 融鼻之後前三個月 我們會建議他盡量少去揉捏鼻子 他還在比較急性的修復期 我們希望盡量不要去揉捏 前三個月可以用加粉刺的方式去處理 那數後三個月後 你要做雷射去擠粉刺 或是做一些局部的一些按摩是沒有問題 融完鼻之後 有些人確實在手術後的前幾個月 有些人會出現受覺 會覺得自己比較差的狀況 不過我們在手術呢 他並不會真的去傷害到我們的受覺神經 往往在半年以內 就會完全的恢復了 所以他可能半年以內 可能會不會太到味道 這個東西也是看每個人的狀況 因人而異 那有些人會覺得他聞味道 會覺得比較遲鈍一點 不過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就算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過了半年以內 大概就會完全的恢復 那是像現在蠻多年輕人 可能會有去做穿鼻環或是做這個 嗯 這種會影響融鼻嗎 對於融鼻手術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做結構式融鼻 所以他的鼻環可能會在手術之後消失 之後再去穿也是可以的 情侶之間在接吻的時候 他需不需要歪頭嗎 需不需要 就是如果他們 接吻的時候需不需要歪頭 對 嗯 你是疑惑了 娘朋友 沒有人問過這個 我遇到的是 問我說在接吻的時候 會不會被他的伴侶發現他融過鼻呢 基本上來說我們接吻的時候 嗯 角度要瞧一下吧 看得出來吧 不見他如果他不認識的啊 他可能是 不是不認識的 就是之前融完鼻之後才認識的 在下一任 在下一任 哦 以上我們就謝謝 吻醫師為我們的解答 這樣商民們都有了解了嗎 掰掰 結束了 我們快問派達 啊結束了 我剛剛最後跟他沒有講 就是接吻的時候